以前很多大神衣包好可爱 レファミソシドレ 听得懂吗 来福棉丝线拿来 ファドレ就是我不带来 太太就骂先生说レド 懒惰 就碰到他们 ドレミファソラシドシノ 你看 我怎么扯到这里 一高兴我就不知道我在讲哪里 我讲到哪里 你看三包 你看我们就是很 搞得大家都乱七八糟 然后三地三包 废话 讲两次干什么 我们是 我们更惨 叫做平地三包 完全错乱 我跟李渊讲这个 他人都不愿意 后来 他到现在还不用原住民 不晓得有没有改变 我下一次就查证一下 他后来干脆就叫我们台湾叫土著 非常人类学的用 后来我的念法叫土著 你看这个倒是那个时候的路线 这个路线它的意义不只是宪法上的意义 刚才我们讲说宪法上原住民存在 接受原住民这个名称是中华民国主流社会 第一次愿意听原住民告诉他 他要叫什么名字 我们以前想叫你翻就翻 撒西米翻 手翻 五分手 通通给你叫 叫高沙族也给你叫 分什么族也给你叫 通通的称法 三包也给你叫 我们从来没有问说 我要叫你什么名字 或者你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我想办法让你的名字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以前要成为有公民的资格 还要变成汉名汉姓 我跟你们讲过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那个意义很大 是一个显然是已经愿意改变 去接受 那个之后的原住民的证明运动 就渐渐的变成是还我姓氏的运动 我自己的姓名 北南族的名字 那个巴拉瓣 我以前他们说 用中文的那个拼音 我就不去改 很多人讲 你孙大川都汉化太深 不爱原住民 其实不是 因为翻成那个中文 名字很古怪 巴俄拉邦丹纳班 你念给我听 我都不晓得你在叫我 瓦利斯典贝林 就瓦伟源 就变成这样 这都不好 而且后来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上面 写孙大川 他底下用罗马拼音 巴拉瓣 我的家人可以叫巴拉瓣 但是你们平常叫我就叫我孙大川 你们发出那个音一定很古怪 就跟我到国外去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外国人叫我川川川 那个孙大川川川川川 有时候江争奇以为是酸辣汤 对不对 就干脆叫Joseph孙 就叫Joseph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为了方便 我就怕我的小孩子将来用这些名字在学校 然后叫不出他的名字 这个多可怕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法证变化 从宪法一直到接受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看那个改变 然后民国85年 1996年 宪法上面这样 开始有行政方面的变化 成立了行政院的原住民族委员会 这是一个部会级的委员会 那时候我就是去当第一任的政务副主委 然后就有机会写笑话 就是看那些官场的很好玩的事情 以后慢慢跟你们讲 以前想到这些政治人物 想当个科长我们都好像肃然起敬 我到了那个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看到连瞻也不会觉得紧张 然后看到原来都跟我们一样平凡 而且有的还很烂 不是有的 大部分都还蛮烂的 所以就觉得原来是如此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你想象的 你跟它有面对面的接触 一戳破了就好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崇拜那些偶像 那些很有名的大师 讲那个哲学啊 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他生活一点都不哲学 不是说假的啦 就是人就是人 都跟大家都 你没有少人加一分 也没有多人加一分 所以标备那些假象 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员会成立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突破 也就是说原住民的事物 开始有一个中央级的来做统合 然后我们的行政的部分 我们的直辖市高雄跟台北 台北率先 那个陈水扁是很厉害 他率先其实还比中央还早 他是在民国85年的年初就成立了原住民事务委员会 所以那个省直辖市高雄也成立了 然后在原住民那个人数比较多的县 也成立了原住民行政局 或者是原住民行政科 通通都有 那台湾有30个山地乡 有25个平地原住民乡镇市 然后这个是乡镇市的层级 然后到县有这个菊科 然后到省或者是直辖市 有原住民事务委员会 然后中央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从中央到地方的原住民行政 就这样被窜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在当副作业的时候 我们到县市 我们一下子就抓55个原住民乡镇市 然后就 我记得就带他们到日本 好像跟你们讲过了 对不对 我带着那些乡镇市长去日本 去考察 是真的考察 然后我们还分两线 一个是走三线 走三线的我就把它叫做 然后走海线看海的叫做 然后我们就有自己的队歌 我们那时候只有两个女乡长 都被我们当作宝样 我们就创造那个什么 我好像有唱过 听过吗 就是那个说讲唱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住民行政的结构 宪法这个层次已经突破 行政这个层次也突破 然后也因为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 所以他开始制定了一些 跟原住民相关的专属的法律 过去原住民没有自己的法律 都是行政法规 可是原住民成立以后 就开始有自己的法律 我们第一个制定的法 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现在的教育 就是根据这个法 只是政府还没有完全的落实 但是就根据这个法 然后这之后 有原住民的身份认定的条例 有开设原住民的工作权保障法 然后就一直下来 现在我们大概有九个 七八二九个左右的 那个原住民的专属的法律 一直那个 到了那个 谁啊 那个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把那个原住民的行政的工作 那个想象 又往上推上去了 这个就是请大家 看一看那个 被绑架的主体 你们找出来一下 对 第七页左右 原住民问题 第五页 实质正与虚实之间的 这个段落 我就提到了 公元2000年政党轮替 当然从1990年代开始修宪 然后这段时间是国民党政府 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原住民来说 可是呢 他们的整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里面 还是把这个原住民的问题当作是一个社会问题来看 包括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我好几次跟他 不好意思说警告 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讲说 原住民的基因没有问题 是机会有问题 哪一个人的基因会有问题啊 怎么用这种想法呢 是机会 机会就是一个社会机会 我们机会是有问题 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的基因也没有问题啊 本来就是你不用废话讲那种话 显示在国民党的脑袋里边还是这样 我们的基因是在国民党的脑袋里边